昨天凌晨接了电话 接了电话说 我的核酸异常了 我就各种流调 大概觉得是出问题了 因为 有一个哥们 我们打篮球 一起打篮球的哥们说 之前17号打篮球的 有一个人确诊了 我们很危险 他现在的隔离呢 我就觉得 这个新冠离 怎么这么近 我天天不出门 基本上80%的时间都在家 另外20%的时间 因为我如果在家 待的时间太久的话 我觉得人就会抑郁了 人就精神分裂了 我感觉 你一个人在家 我是一个人在家 老婆孩子在老家 然后昨天晚上开始 就一晚上没睡觉 挺紧张的 然后早上起来 混混成声的 晚上还没什么感觉 昨天一天发烧 37度 37度5 37度7 属于是低烧的范围 没有超过38度 然后等 一天再等那个救护车 昨天有人上门去做核酸 做了有三次 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下午一次 做了三次核酸 其中最后一次 还把我家里的环境样本都拆走了 然后等了一天 等了一天救护车也没有来 我就问咋回事啊 他们说可能是人手不够了 或者是那个床位不够了 现在因为确诊的人比较多嘛 自然比较紧张 就让我在家等着 昨天晚上又等了一晚上 然后我自己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然后白天的时候 网上下单买了那个莲花清瘟酵囊 然后说那个可以去烧的 吃了三次 今天好一点了 今天没有昨天那么难事了 昨天是有点难受 就是头晕点 头有点晕 然后呢 有点发热 有点难受 反正就是 今天早上起来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嗓子还是不舒服 但是我自己 本身就是咽咽 嗓子本身就不舒服啊 但是比昨天好多了 今天呢 说是 说是那个聚会的人说是给我把门上门辞了 说是不要让我开这个门 如果一开门的话就报警 报警的话我就有这种触碰红线的这种危险 就麻烦了 那我说那个 那我这吃饭怎么办呀 他说你家里有啥 先吃点啥吧 家里还有两颗白菜 还有一个西葫芦 还有一点点菠菜 嗯 反正就是这些 现在还在等 我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洗漱用品 还有充电器 还有换洗的内裤 嗯 还有一些就是 书 一些日常用品 都准备好要走了 但是迟迟不来 就乎迟迟不来 今天机控局又给我打电话了 一天能接七八十来个电话 各种人给我打电话 说是我如果120来的话 我要留个钥匙 留个家钥匙给社区 然后让那个社区 帮我 嗯 留门 然后到到我家来做消杀 看来我是真的有有危险了 然后我们打球的哥们里面 说是有一个哥们就是五婚一 五婚一有阳性了 他也很很很 感觉很很难受吧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情况 希望能早上渡过这个坎吧 我感觉 这个治疗的时间吧 你如果是去隔离的话 怎么也得隔离个十天吧 然后回家再自己自己隔离 十四天 那就是二十四天 那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这一个月又出两门了 这等于是十一十二月份就过去了 就废了 就废了 感谢观看